綠白陣營不論怎麼互打 大家都知道要守護的是台灣 不能被境外勢力給攻擊 但是現在境外勢力最明顯的 就是來自中共中國的勢力 來看看現在花獅戒選是越來越多 又有最新兩個人遭到了調查 這都分別是統促黨 這位林國信跟他的成員李維杰 兩個人分別以十萬元跟五萬元交保 最主要做了什麼事呢 又跟大家類似現在被翻出來了 就在去年十月份 帶團六十三個人通通到中國去旅遊 每個人只要付九千八 簡單來說就是機票錢 在那邊住好吃好 全部都由中共招待 但是大家要一起公開 跟著國台辦的官員 一起喊兩岸一家親 而如何戒選 在上頭直接告訴你呢 要把票投給統促長 把張安樂送進了立法院 因此相關的證據 明顯違反了反滲透法 遭到了偵辦 而除此之外呢 法務部就提醒了 除了剛剛看到 類似的新住民在台灣戒選 還有附中旅遊 相關的像是不實民調 不實訊息 偽造的技術 透過了AI呢 提供的假影片 都是要來影響 不過法務部在昨天宣布 這個消息的時候呢 相關的像是看到 台灣市的副市長 蘇俊斌就說 不要對這些中國新住民 來貼標籤 但法務部解釋了 事實上任何身份 不論你是台灣人 或者是新住民 任何戒選 或到中國旅遊 想要影響台灣的選舉 都會遭到調查 法務部的態度 當然是一視同仁